NET SCHOOL 日本語クラスへ ようこそ じゃあ始めます 携帯 従来 実証 寝る およぶ 平たい 印刷 不満 比較 問題が次から次へと起こってきて 本当に困ったことです 連続の大雨でその影響はすでに かなり広い範囲に及びました 好的 請大家看一下黑板 核对一下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第六課的绘画部分 首先我们来看单词 请大家把书翻到第125页 首先我们来看两个日本姓氏 也就是大山以及伊藤 分别是大山和伊藤 然后是 めくる 是一个他动词 意思是翻 接掉 接开 比如说 ページをめくる 意思就是翻页 再比如 カレンダー一枚めくる 意思就是撕下一张日例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外来语 コーパス 是一个名词 意思是 语言资料 语料库 然后下一个单词是 カツヨ 除了做名字使用之外 还可以在词看之后 加一个する 构成自动词 或者他动词 意思是活用 或者说有效利用 然后下一个单词是 もちはこぶ 是一个他动词 意思是搬运 挪动 比如说 本を箱に入れて もちはこぶ 意思就是 把书放到箱子里搬运 然后我们再来看两个汉字词汇 首先是 トウジョ 除了做名词使用之外 还可以在词看之后 加一个する 构成自动词 意思是 出场 然后是 しん 同样的 除了做名词使用之外 还可以在词看之后 加上一个する 构成他动词 意思是 支援 然后下一个单词是 つる 是一个名词 意思是 工具 手段 好的 我们再看下一个单词 一极 可以做名词使用 也可以在词看之后 加一个する 构成自动词 另外 还可以做副词使用 比如说 あのタレントは テレビのコマシャルに出てから 一极 人気者になりました 意思就是 那位演员 在出演了电视广告之后 一举成名 然后下一个单词是 きゃっこを浴びる 是一个词组 在这个单词中的 きゃっこ 原本是指 舞台上的角光 而这个单词 在字面意思上 是表示 演员登台亮相的意思 而现在经常用来 引声表示 引人注目 展露头角 另外需要大家注意的是 浴びる 这一他动词 意思有 零 欲 晒 此外还可以表示 遭受的意思 比如说 血を浴びで戦う 意思就是 欲学奋战 再比如说 拍手を浴びながら 舞台に上がった 意思就是 在掌声中 登上了舞台 好的 我们再看下一个单词 ほら 是一个感叹词 在口语中 用于唤起 对方注意 可以翻译成 位 瞧 然后下一个是 これほど 除了做名词使用之外 还可以做副词使用 意思是 这种程度 在使用的时候 既可以表示 程度很轻 并且带有轻视的语气 也可以表示 程度非常之高 并且伴有 强调 感叹的语气 比如说 意思就是 不要为这种程度的小事 而大吵大闹 再比如说 意思就是 没有想到情况如此严重 好的 我们再看下一个单词 を間の当たりにする 是一个词组 意思是 亲眼目睹 在这个词组中的 間の当たり 既是一个名词 又可以做副词使用 意思是 眼前 亲眼 直接 比如说 その光景を 間の当たりにするように 描写してあります 意思就是 描写的 就好像那幅情景 展现在眼前的样子 然后下一个单词是 ジョホリョ 是一个名词 意思是 信息量 在这个单词中的 ジョホ 同样是一个名词 意思是 信息 情报 资讯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单词 コーカ 是一个名词 意思是 效果 在这里 我们看一下 日汉字笑的发音 在音读方面 一般读作 コー 比如说 效能 コーノ 效用 コーヨ 有效 有效 在訓读方面 存在一个自动词 聞く 其日汉字 可以写作有效的笑 也可以写作有利的利 在意义上 可以表示 有效 奏效的意思 在这时 其日汉字 一般写作笑 比如说 いくら薬を飲んでも 効かない 意思就是 就算再怎么吃药 也没有效果 还可以表示 其作用的意思 这时 其日汉字 可以写作笑 也可以写作利 比如说 酒が 段段 体に効いてくる 意思就是 酒精 渐渐上来了 另外 还可以表示 敏锐 好使的意思 这时 其日汉字 一般写作利 比如说 病気のため 体が効かない 意思就是 由于生病 身体不听使唤 再比如说 彼は気が効く人だ 意思就是 他是一个机灵的人 然后 効く还可以表示 能够 禁得住的意思 这时 其日汉字 同样写作利 比如说 やり直しが効くなら もう一度挑战したい 意思就是 如果可以的话 想再挑战一次 再比如说 修善が効かないほど 破損している 意思就是 坏的已经 无法修理了 最后 还存在一个词组 也就是 口を聞く 同样的 这时 聞く的日汉字 需要写作利 是表示 说话的意思 比如说 生意気な口を聞く 意思就是 口出狂言 好的 我们再看下一个单词 疑問 是一个名词 意思是疑问 在这里 我们看一下 日汉字 疑和问的发音 首先是疑 在英读方面 读作 疑 比如说 疑惑 疑惑 容疑者 容疑者 是指嫌疑犯的意思 另外 在迅读方面 存在一个 他动词 也就是 疑 是表示 怀疑 猜疑的意思 比如说 自分の目を疑う 意思就是 不敢相信 自己的眼睛 再 再比如说 理由もなく 人疑うのは 良くない 意思就是 毫无理由的 去怀疑别人 是不好的 另外 还存在一个 形容词 需要大家记忆 也就是 疑わしい 意思是 有疑问的 靠不住的 可疑的 比如说 できるかどうか 疑わしい 意思就是 能不能办到 值得怀疑 再比如说 彼の言動は 疑わしい 意思就是 他的言行举止 很可疑 然后我们再来看 日汉字问 在印度方面 一般读作 蒙 比如说 问答 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单词中的 答的发音 と 发生了 卓音变 另外 在意义上 除了表示 问答的意思之外 还有争论 讨论 商量的意思 此外 还有一个 发音特殊的单词 也就是 日汉字写作 问物的 通呀 是指 批发商的意思 在训读方面 存在一个动词 也就是 tou 是一个 他动词 意思是 询问 质问 追究 比如说 jusho to 意思就是 询问住址 再比如说 sekinio to 意思就是 问责 或者说 追究责任 好的 我们再看 下一个单词 kulaveru 是一个 他动词 意思是 比较 相比 比如说 yaku文を 原文と kulaveru 意思就是 将译文 和原文 进行比较 然后我们再看 两个汉字词汇 首先是 kei taisei 是一个名词 意思是 便携性 然后是 genkai 同样是一个名词 意思是 局限 界限 然后下一个单词是 ichidoni 是一个副词 意思是 同时 一下子 一起 比如说 ichidoni 二つのことに 集中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意思就是 无法同时 集中精神 做两件事情 然后下一个单词是 me ni hairu 是一个词组 意思是 映入眼帘 比如说 kanojo ga kanojo ga mado no soba ni suhatte iru no ga me ni hairu 意思就是 ta 座在窗边的样子 映入眼帘 好的 我们再看 下一个单词 sono ue 是一个接续词 意思是 加上 而且 比如说 kio wa nichiyo bi de sono ue tenki mo yoi no de doko mo hito de ga oi desu 意思就是 今天是星期天 再加上天气也很好 所以 无论哪里 人都很多 然后下一个单词是 kontents 是一个名词 意思是 内容 好的 下面我们来看几个汉字词汇 首先是 ju jitsu 除了做名词使用之外 还可以在词看之后 加一个する 构成自动词 意思是 充实 然后是 ken saku 同样的 除了做名词使用之外 还可以在词看之后 加一个する 构成 他动词 意思是 检索 然后下一个是 ki no 是一个名词 意思是 功能 然后下一个单词是 ko jo 除了做名词使用之外 还可以在词看之后 加一个する 构成 自动词 意思是 提高 在这里 我们看一个 在词语上 比较相关的单词 也就是 其反译词 日汉字写作低下 读音是 tei ka 同样可以做名词使用 同样可以做名词使用 也可以在词看之后 加一个する 做自动词使用 意思是 降低 恶化 然后下一个是 le文 同样是一个名词 意思是 例句 好的 我们再看下一个单词 読み上げる 是一个他动词 可以表示 宣读 高深朗读的意思 比如说 作文を読み上げる 意思就是 高深朗读作文 另外 由于 接在动词的联用型之后 一般都含有 完成的意思 所以 読み上げる 同样可以表示 读完 念完的意思 比如说 意思就是 在一个小时之内读完 然后下一个单词是 是一个自动词 词译比较多 Paul老师在这里 介绍一下他的主要用法 首先可以表示 沾上 附上的意思 比如说 意思就是 衣服上沾有血迹 还可以表示 生长 提高的意思 比如说 知恵がつく 意思就是 长知识 此外还有 伴随 跟随的意思 比如说 あとについて 発音 这句话 如果直译的话 就是技术扎根于身上 如果意义的话 就可以翻译成 掌握技术 最后 つく 还可以和许多名词 形成固定搭配 都含有 有眉目 有结果的意思 比如说 判断がつく 意思就是 做出判断 再比如 決心がつく 意思就是 下决心 好的 我们再看 下一个单词 分厚 是一个形容词 意思是厚厚的 比如说 彼は分厚い 眼鏡をかけた 小柄の老人だった 意思就是 他是一位 戴着厚厚的眼镜的 小个子老人 然后下一个单词是 他自己 是一个名词 意思是签字 然后下一个是 ぎっしり 是一个副词 意思是 集满 比如说 スケジュールが ぎっしり詰まっていて 今度の出張は 本当に疲れました 意思就是 日程表排得满满的 这次的出差 真的是很累 好的 我们再看 下一个单词 つまる 是一个自动词 意思有 堵塞 不通 塞满 挤满 比如说 げっしりが 詰まって 流れない 意思就是 下水道堵住了 再比如说 仕事が詰まっていて 手が離せない 意思就是 工作排得满满的 脱不开身 还可以表示 缩 缩短的意思 比如说 先頭の二人の ランナの差が 詰まってきた 意思就是 領先的两位選手的 差距縮短了 再比如说 ワイシャツを洗ったら 詰まってしまった 意思就是 衬衫洗了之後 就缩水了 最後 还可以表示 困窮 窮迫的意思 比如说 問詰められて 言葉に詰まった 这句话中的 問詰める 是指 追問 逼問的意思 所以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受到追问 无言以对 在这里 我们再看一下 在词形上 比较相近的 另一个动词 也就是 詰める 既可以做 自动词使用 也可以做 他动词使用 当詰める 作为 自动词使用的时候 意思是 守候 待命 执勤 比如说 病人のそばに ひとばんじゅ 詰めていた 意思就是 在病人的身边 守候了一碗 在做 他动词使用时 可以表示 填塞 塞进 靠近 急紧的意思 比如说 もっと 字を詰めて 書きなさい 意思就是 把字 写得再紧一些 次は 还有 缩短的意思 比如说 袖を詰める 意思就是 把袖子 缩短 最后 还可以表示 截约 解减的意思 比如说 暮しを詰める 意思就是 解减生活 好的 我们再看 下一个单词 強化 除了做名词使用之外 还可以在词干之后 加一个する 构成 他动词 意思是 估价 评价 还可以表示 赞许 承认的意思 比如说 土地の評価が上がる 意思就是 土地的价格上升了 再比如说 精一杯努力したが 評価されなかった 意思就是 虽然拼命努力了 但是没有获得认可 在这里 我们看一个 在词形和词意上 都比较相近的 另一个名词 也就是 日汉字写作评判的 評判 意思是 评论 名声 声誉 比如说 あの銀行は 評判が悪い 意思就是 那家银行的声誉不好 再比如说 あそこは 評判の 観光名所です 意思就是 那里是有名的 观光名声 简单区分一下 这两个单词的话 使用 ひょうか的场合 一般具有 主观评价的基准 而且多为 短期的评价指标 而使用 ひょうか的场合 一般不具有 主观评价的基准 而是表示 通过长期经营 才能够造就的 口碑 或者声誉 好的 我们再看 最后一个单词 ものごころがつく 是一个词组 意思是 懂事 在这个单词中的 ものごころ 是一个名词 意思就是 懂事 比如说 ものごころがついていらい こんな美しい夜を 見たことがない 在这句话中的 ていらい 是表示 自某事发生以来的 巨型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自懂事以来 从没有看过 如此美丽的夜晚 字幕作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语法部分 请大家把书翻到第129页 首先我们来看sonomono 在接句上sonomono可以接在名词之后 强调其本身而非其他 比如说 意思就是那部电影演的正是她的人生 再比如说 君の意見そのものには問題がある 意思就是 你的意见本身就存在问题 此外 sonomono还可以接在形容动词的词干之后 表示程度很高 比如说 子供たちの遊びはいつも真剑そのものだ 意思就是 孩子们的玩乐总是非常认真 再比如说 あの子の笑い顔は無邪気そのものだ 意思就是 那个孩子的笑容非常的天真无邪 好的 我们看下一个语法 と比较と 在接句上 と比较と只能接在名词之后 如果接在动词之后的话 需要在动词的简体之后 加上形式名词的no 可以采用クラベル的贴型 也就是クラベテ的形式 也可以采用クラベルト的形式 而其前面的格注词 可以使用に 也可以使用と 在意义上 表示比较 另外 在格注词的使用上 由于と具有双向性 而に则具有单向性 所以 如果是对两个相关的事物进行比较时 其前面的格注词使用と 如果是对两个相反的事物进行比较时 其格注词一般用に 比如说 男性と比较すると 女性の方が柔軟性があると言われる 意思就是 都说与男性相比 女性更具灵活性 再比如说 人生は喜びに比较 苦しみの方が多いのかもしれない 意思就是 在人生之中 与快乐相比 或许痛苦会更多一些 好的 我们再看下一个句型 に限る 在接续上 に限る 接在动词的圆形 或者否定形之后 接形容词时 可以接在其圆形之后 也可以在形容词的圆形后面 加上形式名词的no 而在接形容动词时 可以直接接在形容动词的词干之后 也可以在形容动词的词干后面 加上na no 也就是通过形式名词的no 将其转变为名词 最后 在接名词时 则是直接接在名词的词干之后 在意义上 可以表示限定 也可以表示最好的意思 比如说 一人当たりの予算は 2万円に限る 意思就是 人均预算仅限于2万日元 在这句话中的 に限る 用到的是 限る的原意 也就是表示限定的意思 再比如说 せっかくテレビを買うのなら 画面がきれいなのに限る 意思就是 如果好不容易 买一部电视机的话 最好还是买一部 画面漂亮的 再比如 疲れた時は 何も考えず ゆっくり休むに限ります 意思就是 在累的时候 最好什么都不要想 好好的休息一下 再比如 体を壞すから 無理はしないに限る 意思就是 因为会把身体弄坏的 所以最好不要勉强 在这里 我们看一个 在词形上 比较相近的句型 也就是 其否定形式的 に限らない 在接续上 直接接在名词之后 可以采用 你有ると的形式 也可以采用 你有れば的形式 在口语当中 可以简单的说成 では 在意义上 表示传门的出处 或者推测的依据 比如说 彼の話によれば この茶碗は 古董品として 価値の高いものだ そうだ 意思就是 据他所说 这个茶碗 是作为古董 价值非常高的 东西 再比如说 彼の説明によると この機械は 廃棄物を処理するためのものだ 意思就是 根据他的说明 这部机器 是用来处理废弃物的 好的 我们再来看 最后一个句型 一方で 在接续上 由于一方 本身是一个名词 所以接在 各类词的 粘体型之后 具体来说的话 接动词时 用其简体 接形容词 用其原形 接形容动词时 在其词看之后 加上な 而在接名词的时候 则是在名词之后 加上の 需要注意的是 在这个句型中的 で 是可以省略的 在意方面 表示 另一方面的意思 比如说 彼は病院に 勤める一方で 地域では ボランティア活動に 参加している 意思就是 他在医院工作 而另一方面 还参加了 地区的志愿者活动 再比如说 あの家庭は 夫が遊び好きな一方で 妻はしっかりものだ 意思就是 在那个家庭中 丈夫有手好闲 而妻子 却是一个可靠的人 另外 一方で 还可以作为 独立的 接触词使用 并且还存在 一方では 他方では 这一固定搭配的形式 比如说 日本では 子供産まない 女性が増えている 一方 アメリカでは 結婚しなくても 子供は欲しい 女性が増えている 意思就是 在日本 不生孩子的女性 不断在增加 而另一方面 在美国 即使不结婚 也希望有孩子的女性 越来越多了 再比如 彼女は 一方 では ボランティア活動は 大事だ と言っているが 他方 ではいつも 理由をつけて 参加するのを 避けている 意思就是 他一方面说 志愿者活动 很重要 而另一方面 总是找一些理由 回避参加 皆さん 練習の時間ですよ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好的 最后 我们来看课文 请大家把書翻到 第121頁 在开始讲解课文之前 我们还是先听一下 课文的录音 并且跟着录音 大声朗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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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藤さん、ここ数年来、外国語学習の辞書はますますデジタル化していますね。 そうですね。今までは辞書といえば、ページをめくって引くものだったけど、 コンピューターコーパスが活用されてから、どこにでも持ち運びできる電子辞書が登場しましたからね。 特にフルコンテンツタイプの電子辞書は、教育支援ツールとして一躍脚光浴びてきましたね。 大山さん、ほら、最近私はこんな便利な英語の電子辞書を使っていますよ。 え?そうですか。その電子辞書には印刷辞書と同じ内容が入っているんですか? ええ、そうですよ。 ところが、授業で使っていたら、 英語を身につけたいなら、そんなおもちゃのような辞書を使ってはダメだ、とある先生に言われちゃいましたよ。 それはそれは。これほどの電子辞書ブームを目の当たりにしても、まだそんなことを言う人が少なくないんですね。 確かに、辞書そのものが持つ情報量は同じでも、その言語情報がデジタル化されたことで、学習効果に影響が出るのではないかという疑問はありますね。 それはそうですね。印刷辞書と比べると、携帯性を重視しているから、画面の大きさに限界があります。 そのため、一度に目に入る情報量が限られますからね。 その上、液晶画面の文字も印刷の文字とはかなり違いますよ。 そうですね。でも、年々コンテンツも充実してきたし、デザインも良くなってきたし、 液晶画面も見やすくなりましたよ。複数の辞書を同時に検索できるなど、機能も向上していますよ。 そういえばそうですね。 新しい機種には単語の発音はもちろん、例文まで読み上げる機能がついていますね。 本当に電子辞書はもうなくてはならないものになっていますね。 特に私たちのようなデジタル世代の学習者は、分厚くて細かな活字がぎっしり詰まっている印刷辞書は苦手です。 やっぱり電子辞書に限りますね。 ところで、一般の学習者は電子辞書をどう思っているんでしょうか。 いろいろですね。新聞のアンケートやインタビュー調査によると、 すぐに引けるから便利と高く評価する一方、 電子辞書で引いた単語はすぐに忘れる気がするという声もありましたよ。 しかし、何と言っても、私たちは物心がついた頃から、 携帯電話やCD、DVDなどに慣れ親しんできましたからね。 電子辞書の便利さには勝てませんよ。 全くその通りですね。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好的、我们来看第一句話。 大山首先说到、 伊藤さん、ここ数年来、 外国語学習の辞書はますますデジタル化していますね。 在这句話中的ここ数年来、 是表示这几年来的意思。 所以这句話的意思就是、 伊藤、这几年来外語学習的字典越来越数字化了。 然后伊藤回答说到、 そうですね。 今までは辞書といえば、 ページをめくって引くものだったけど、 コンピューターコーパスが活用されてから、 どこにでも持ち運びできる電子辞書が登場しましたからね。 在这句話中的といえば、 是表示提起话題的句型、 意思是说到、提到。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もち運びできる、 是将もち運ぶ、 变成其連用型、 也就是名詞形式的もち運び、 再跟上する構成撒辨動詞、 在这里采用的是其可能態、 也就是できる的形式、 并且修飾後面的名詞、 電子辞書。 所以這句話的意思就是、 是啊、 以前說起字典、 就是指一頁一頁翻開來查閱的東西、 但是在電脑輿料庫被運用之后、 出現了能够携带到任何地方去的電子辞典。 然后大三又說、 特にフルコンテンツタイプの電子辞書は、 教育支援ツールとして、 一躍脚光浴びてきましたね。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 特別是全内容型電子辞典、 作為教學輔助工具、 一下子就展露了頭角。 于是一頁又說、 大山さん、 ほら、 最近、 私はこんな便利な英語の電子辞書を使っていますよ。 意思就是、 大山、 你瞧、 最近我在使用如此方便的英語電子辞典了。 于是大山回答說道、 え、 そうですか? その電子辞書には、 印刷辞書と同じ内容が入っているんですか? 意思就是、 是嗎? 在這部電子辞典中、 拥有和印刷辞典一樣的内容嗎? 然后一騰回答說道、 え、 そうですよ。 ところが、 授業で使っていたら、 英語を身に付けたいなら、 そんなおもちゃのような辞書を使ってはダメだ、 とある先生に言われちゃいましたよ。 在這句話中的ところが是表示转折的接続詞, 意思是然而、 說、 それ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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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れほどの電子辞書部分を目の当たりにしても、 まだそんなことを言う人が少なくないんですね。 在這句話中的、 それは、 既是一個副詞、 又是一個感嘆詞、 用來表示感嘆、 意思是、 那可真是、 其強調形式就是這裡出現的、 それは、 それは、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そんなことを言う、 是後面的名詞、 人的修飾語、 所以這句話的意思就是、 哎呀、 那可真是、 尽管已经亲眼看到、 如此厉害的電子辞典熱潮、 但是还是会有不少人、 会说出那种话呢。 然后、 一同又回答说道、 確かに、 辞書そのものが持つ情報量は同じでも、 その言語情報がデジタル化されたことで、 学習効果に影響が出るのではないか、 という疑問はありますね。 首先、 需要大家注意的是、 在這句話中出現的ことで、 在這裡的こと、 做形式名詞使用、 而で、 可以表示原因理由、 也可以表示方式方法、 根據上下文、 可以判断、 這裡的ことで、 是用來表示原因理由、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後半句的ではないか、 是通過否定疑問、 表示反問的句型。 所以這句話的意思就是、 確實、 即使詞典本身所拥有的信息量是相同的, 但是由于其语言信息被数字化了, 所以会产生一种疑問, 就是这样难道不会对学習效果产生影响吗? 於是大賞說道、 それはそうですね、 印刷指標と比べると、 携帯性を重視しているから、 画面の大きさに限界があります。 在這句話中的大きさ、 是形容詞大き的名詞形式, 意思是大小、尺寸。 在這裡給大家介紹一下, 在日語中, 形容詞以及形容動詞的派生名詞的形式。 如果將形容詞的詞尾一改成撒, 或者在形容動詞的詞干之後加上撒的話, 就變成了其名詞的形式。 在詞意上一般強調程度, 比如說高さ, 意思就是高低、高度, 也可以用來表示價格的貴贱。 再比如, omosa, 意思就是重量、 分量, 也可以表示事情的重要程度。 另外, 如果將形容詞的詞尾一改成mi, 或者在形容動詞的詞干之後加上mi, 同樣構成其名詞, 在意義上一般強調狀態。 比如說takami, 是指处于高的狀態, 也就是高處的意思。 再比如omomi, 是用來表示沉重的感覺, 或者事情的重要性。 回到整句話的意思, 就是在說, 這道也是, 與印刷詞典相比, 因為更重視辨寫性, 所以屏幕的大小是有限制的。 然後又繼續說道, そのため, 一度に目に入る情報量が限られますからね。 在這句話中的限られる, 是限る的被動形式。 所以這句話的意思就是, 因此一次印入眼簾的信息量就有限了。 然後一同又說道, その上, 液晶画面の文字も印刷の文字とはかなり違いますよ。 意思就是, 而且, 液晶屏幕上的文字和印刷的文字也有相當的不同。 好的, 我們再看大山的回答。 そうですね。 でも, 年々コンテンツも充実してきたし, デザインも良くなってきたし, 液晶画面も見やすくなりましたよ。 意思就是, 是啊, 但是它的内容不断在充实, 外形設計也不断在改進, 液晶屏幕看起來也舒服多了。 然後又繼續說道, 複数の寺書同時に検索できるなど、 機能も向上していますよ。 意思就是, 功能也在不斷的提高。 比如, 現在能夠同時検索好幾本詞典。 然後伊藤回答說, そういえばそうですね。 新しい機種には単語の発音はもちろん、 例文まで読み上げる機能がついていますね。 在這句話中的、 わもちろん、 直接記載名詞之後, 是表示病類的句型, 意思是字不必說。 比如說, 来週のパーティーは、 いろいろな国の料理はもちろん、 カラオケも、ディスコもある。 意思就是, 下星期的派對, 不僅可以吃到各国的料理, 還可以唱歌、 跳舞。 回到整句話的意思, 就是在說, 這麼說來的話也是啊, 新的機種, 不僅擁有單詞發音的功能, 甚至還有朗讀例句的功能。 然後大山就說道, ほんとに電子事象は、 もうなくてはならないものになっていますね。 在這句話中的、 なくてはならない, 是在表示存在的動詞、 ある的基礎上, 結合使用了雙重否定的巨型、 なくてはならない、 所構成的。 意思是、 沒有不行、 或者說不可或缺。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 電子詞典、 真的變成了人們不可或缺的東西了。 然後一等又說道, 特に私たちのようなデジタル世代の学習者は、 分厚くて細かな数字がぎっしり詰まっている印刷事象は苦手です。 やっぱり電子事象に限りますね。 在這句話中的細か、 是一個形容動詞、 意思是細小、 細微、 詳細。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分厚くて細かな数字がぎっしり詰まっている、 是其後面的名詞、 印刷事象的修士語。 所以這句話的意思就是、 特別是、 像我們這樣的数字時代的学習者、 非常不習慣使用那種、 又厚又重、 字寫的又小又緊密的印刷字典、 還是電子字典最好。 然後大商用問道, ところで、 一般の学習者は、 電子記書どう持っているんでしょうか? 意思就是、 話說回來, 一般的學習者、 感覺的句型、 意思是感到。 整句話的意思就是、 看法有各種各樣。 根據報紙的問卷調查、 和採訪調查結果顯示、 有高度評價說、 電子詞典、 電子詞典、 減鎖非常方便。 而另一方面也有觀點認為、 用電子詞典、 減鎖的單詞感到容易忘記。 然後大商用說道, しかし、 何と言っても、 私たちは物心がついた頃から、 携帯電話やCD、DVDなどに 慣れ親しんできましたからね。 在這句話中的何と言っても、 是一個副詞, 意思是不管怎麼說、 必近。 然後、 慣れ親しむ、 是一個自動詞, 意思是習慣、 熟悉、 深刻了解。 所以這句話的意思就是, 但是不管怎麼說, 我們從懂事開始, 就一直習慣使用手機、CD、DVD。 然後又繼續說到, 電子詞典の便利さには勝てませんよ。 在這句話中的勝てる, 是勝つ的可能態。 所以這句話的意思就是, 還是難以抵擋、 便捷的電子詞典的誘惑。 好的, 我們再看一堂最後的回答。 まったくそのとおりですね。 意思就是, 的確如此啊。 好的, 今天的課程就到這裡結束了。 謝謝大家, 我們下集過再見。 皆さん, 今日の授業はここで終わりましょう。 お疲れ様でした。 さよなら。 皆さん、 お疲れ様でした。 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ね。 Import timeless 短短的課程。 attachment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